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姿势的时候 手放在你腰的后面 肚脐的正后方 好像做我们小时候烧起的那个动作 烧起的这个动作 你会感觉你的腰是有一个弧度的 是凹下去的 这个时候的腰椎才是正的位置 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坐下来 坐下来的时候 你要保持上半身的这个弧度 好 那我们大家慢慢的坐下去 坐下来 你手放在后面 看那个弧度有没有还在 还是一坐下去就 就凹下去 所以我们的腰椎 事实上是有一个弧度 你不可以这样子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要这样子按赞 你要让这个弧度是往上 你不要这样子坐 坐不正 就会产生问题 所以他们在文章里面说 坐的 sitting is a new smoking 就是说 坐是一个新的抽烟一样 因为你坐太久 会造成氧气的不足 它跟抽烟一样 非常非常的上身体 这样知道吗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要久坐 要怎么样坐正 刚刚这样子是不是有点困难 那我们在这里叫做双站正极 就是在我的两只手按站 大家按一下站 然后用你的两只手压在桌子上面 往下压的时候 往下压的时候 它有一个力量 会反作用力让你往上 如果你没有桌子的话 你压在自己的大腿上面 试试看 是不是有个力量会往上 因为往下的力量 必定有一个往上的反作用力 你利用这个反作用力 来把你的脊椎撑起来 而这个穴道叫做后膝穴 后膝穴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腺 感情腺还是什么腺 最后面这一点点 突出来这个点 把它压下去 它有一个反作用力 这个后膝穴 利用人体的这个正骨的穴位 把你自己挺起来 这个叫双站正极 身体的结构 人用双脚走路 走路的时候要抬头挺胸 双手要摆动 大步的抬脚 那这里有一个关键字 叫脚根先着地 它才能够维持平衡 身体会如同钟摆 会节省很多能量 我今天有个病人 我来看他的时候 他说 蔡医师我终于知道 什么叫脚根先着地了 他以前脚前面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硬皮 这个硬皮让他走路非常的疼痛 我说 你这个脚硬皮就是头低低了 头低低走路太快 为什么 他头一低的时候 他走路就是这样走路 小碎步 走路又很快 脚尖又先着地 脚的前面 就产生硬皮 那他只要头抬起来平视 脚跟先着地的时候呢 身体是往后仰的 这样子身体就会挺起来 这样了解这个差异吗 所以脚跟着地 是很重要 那脚要抬起来 我都常常跟他开玩笑说 你要让人家看得了你鞋子是几号的 鞋底要抬起来 这个抬起来 他身体才会产生一个拉 身体才会一点点往后仰 那你走的时候手要摆动 他会产生一个钟摆的现象 所以人体经过这个钟摆的现象 他就可以走很远 又很省能量 那那个秘诀在哪里 秘诀在手要摆动 手如果有摆动的话 身体才会产生钟摆 那现在的人呢 他走路手不摆动 为什么 提包包 提包包 用手机 所以这手就没有摆动 没有摆动的时候 就很容易跌到 我有病人走路已经很不稳 我想说你不用走 原地这样摆 踏步 手摆动 摆一摆 再开始走 他就走得很顺 这么有用啊 我说对啊 你要知道你的身体是四轮船动 对不对 手在动的时候 它会带动你整个身体 这个大家去体会看看 双手行走的时候一定手要摆动 人体的结构呢 人是可以用单脚独立的 他两只脚走路 但是要走得平稳的话 一定要单脚能够站立 叫做独立 就像这样子 能够独立 如果他单脚不能够独立的话 他走路就会晃 很多人都走路这样晃 这个像不像钟摆 也像一个钟摆 但他摆是左右摆 我们人体是前后摆 不可以左右摆 一左右摆 整个大脑的平衡系统就会坏掉 内脏的系统就会坏掉 所以我不能够让病人这样左右一只摆 一定要把他的两只脚调到一样高 所以我们是这样子治疗病人 调整他 让他能够前后摆动 人体的设计就是这样子 你要照这个生理学 因为他是真理 真理就是天理 人不照天理 天就不照寒几 真理就是这样子 他是 运作的原理 物理学 那 训练平衡跟肌肉力量很重要 我很多患者 他跌倒不是一天跌倒的 他是慢慢发展出来 他就没有办法单脚站 所以他就会 传生问题 所以这个经济独立 是我练太极拳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功夫 他是锻炼下肢跟强化行走能力 所以我们是 要经济独立 这个脚要弯起来 大家知不知道那个鸡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怎么睡觉 他是一只脚 一只脚抓 一只脚在上面 做什么 万一有那个老鼠什么来的时候 他可以攻击 他的爪可以攻击 这叫经济独立 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学习这个能力 每一个人站起来练习一下 一只脚抬起来到90度 膝盖的感觉像我们刚刚讲 微弯的那个感觉 一定要抬起来 如果你有感觉困难的话 扶一下旁边的桌子或旁边的椅子 那经济独立 像一只鸡一样 这样子 好 这个单脚站 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现在来练习一下 好 先放下来 我们要练习秒数 那这个秒数是多久呢 是你呼一口气 的长度 那 鸡台湾叫鸡 那我们要抓三只鸡 来 大家一起来 吸饱器 来 鸡 出声音 鸡 好 一口再来 鸡 鸡 好 再另外一转 鸡 好 好 有没有脚酸酸的 酸酸的鸡 很客气 你把这个功夫练成要抓九只鸡 来 换另外一只脚 弯起来 你会不会觉得有一只脚比较平衡 有一只脚比较不平衡 有感觉 那不平衡那一只就要多抓几只鸡 好不好 好 来 来 再来喔 深呼吸来 鸡 好 再来 鸡 再来 鸡 好 放下来 好 你如果能够抓到九只鸡 好 那你就开始在眼睛闭起来 好 去锻炼自己可以抓几只鸡 好 有人做过统计就是说 他如果能够到三十秒 到一分钟 到一百 到一百二十秒 六十秒 到一百二十秒 你的跌倒的机会就会少很多 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锻炼这一个 这个非常非常容易 所以我们一个人的目标是什么 要能够独立 追求独立 你一只脚能够独立 你才能够两只脚走路 这样了解吗 我们总不希望我们有一天 被 被人家服务要推轮椅啊 对不对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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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拼了一辈子想要留一间房子 给我们的孩子 但是你知道 你如果能够好好的走路 你的孩子才会真的感谢你 这样了解吗 所以每天没事情就要去抓鸡 你知道吗 要抓几只看你的诚意了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你只要每天练习 你就不容易跌倒 你就不容易去做鸡 趁你还有 可以站 可以单脚站 一定要好好的努力 去抓鸡 你如果说 我眼睛抓鸡也抓鸡才鸡 那要怎么办 开始经济独立用跳 这个困难度太高 大家不要试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在跳那个方格子 就这样跳 那如果说你有困难 在哪里跳最好 游泳池 游泳池里面你用跳 因为它可以让你的吸震 这样了解吗 你不用担心你的膝盖会坏掉 因为它有水保护 所以大家如果要跳起来 那个反作用力大的一定要有保护 这样了解吗 身体的结构 脚是用足弓来稳定 脚有剪刀石头部 足弓有分前足弓跟后足弓 它在这两个足弓里面 在脚产生一个三角点 它的足部是只为支撑全身的重量 所有经过我指导的患者 他们都会做这一个动作 叫做脚的剪刀石头部 部就是完全打开 这个部还可以再打更开 打不开的用手来扳 这个剪刀石头部 日本的医生做过研究 做你好好的训练这个剪刀石头部 脚的剪刀石头部 就是可以减少跌倒的机会 因为它会训练足内部的肌肉 我们现在的脚被鞋子包住 没有办法透透气 所以它就会产生问题 我们脚有很强很强的 治愈力跟学习力 你相不相信有一天把你的手都拿掉 你的脚会弹钢琴 对不对 因为你的大脑 这个叫随意机 你的意念可以掌控它 但是需要经过锻炼 所以这个脚是很灵活的 我们需要去锻炼它 重心一样在涌拳 不可以在脚后跟 所以你这样子独立 你要先学站姿 那你的力量在涌拳以后 你才有办法单脚独立 然后那个独立也是 你要感觉到可以原地跳起来 那个才是正确的位置